男人性欲减退没意思,是时候吃点这些了,很多妻子都收藏了,李先生今年45岁,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最近他发现自己在夫妻生活中的兴趣和经历大不如前,性欲明显减退,由于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熬夜,再加上不规律的饮食和缺乏运动,李先生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他的自信心,也对夫妻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李先生感到非常困扰,于是决定求助于专业医生,在医生的建议下,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李先生的性欲逐渐恢复,夫妻生活也重现了往日的和谐。 一,性欲减退的常见原因,男性性欲减退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是在35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中更为突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以下是一些主要因素。 一,压力和疲劳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许多男性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长期的精神紧张和身体疲劳会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进而影响性欲。 据男性健康期刊的一项研究,过度的工作压力和长期疲劳会显著降低男性的性欲,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而皮质醇的增加会一只一同的分泌,而一同是男性性欲的主要驱动因素。 二,不良饮食习惯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是导致性欲减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量摄入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缺乏必要的营养素会导致体内代谢紊乱,影响性健康,缺乏心、锡、维生素D等关键营养素,会直接影响一同的生成和性功能。 据营养学期刊的研究,男性如果长期缺乏这些营养素,性欲会明显减退。 三,缺乏锻炼 运动不足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问题。 适度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还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一同水平,从而增强性欲。 研究表明,规律的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有效提高男性的一同水平,改善性欲减退的状况。 四,心理因素 心理状态对性欲的影响不可忽视,焦虑、抑郁、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等负面情绪都会抑制性欲。 心理上的问题常常是性欲减退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通过积极的心理调试和专业的心理治疗来解决。 二,改善性欲的饮食建议。 改善男性性欲,饮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某些营养素对提升男性性功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心是一同合成的重要元素,对男性生殖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心部族会导致一同水平下降,从而影响性欲。 锡同样是男性生殖系统健康所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生殖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根据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适量补充心和锡,可以显著提高一同水平,改善性功能。 富含心和锡的食物有很多,海鲜类如牡蛎、贝类。 坚果如巴西坚果,都是很好的选择。 每日适量食用这些食物,有助于维持男性的性健康。 维生素D不仅对骨骼健康重要,对男性的性健康也有显著影响。 研究显示,维生素D不足与一同水平低下存在显著关联。 阳光是维生素D的主要来源, 但现代人尤其是城市居民。 日照时间不足,容易导致维生素D缺乏。 据营养学期刊的数据, 适量补充维生素D可以显著提高一同水平,增强性欲。 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包括鱼类如鲑鱼、金枪鱼、蛋黄和强化乳制品等。 通过饮食和适当的日光照射。 补充维生素D对于改善男性性欲有很大帮助。 抗氧化剂对保护身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生殖细胞的保护尤为关键。 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蓝莓、草莓、菠菜等, 不仅可以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还能改善性功能。 每日摄入足够的抗氧化剂, 能够帮助男性维持健康的性欲。 三、健康生活方式的调整。 除了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男性性欲的改善同样至关重要。 科学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增强身体的整体健康, 还能直接提升性功能。 一、定期锻炼。 运动对身体健康的好处不言而喻。 规律的运动不仅能帮助控制体重, 提高心肺功能, 还能促进一同的分泌。 具体的运动建议包括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如跑步、游泳等以及每周进行两次的力量训练, 如亚铃、俯卧撑等。 通过规律的运动可以有效提高身体素质, 增强性功能。 二、减轻压力。 现代社会中,压力是导致性欲减退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 一支一同的分泌从而影响性欲。 学会管理和减轻压力对改善性功能非常重要。 一些减压方法如瑜伽、冥想、深呼吸练习等, 可以有效帮助放松身心,降低皮质醇水平。 根据心理学期刊的一项研究, 冥想和瑜伽不仅可以减轻压力, 还能提高幸福感, 进而改善性欲。 针对情绪问题,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是常见的手段。 心理治疗如CBT可以帮助患者调整负面思维模式, 改善情绪状态。 必要时,医生可能会开具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 帮助恢复正常的神经地质平衡, 从而改善性欲。 三,保持良好的睡眠。 睡眠对身体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对性功能的影响更为直接。 充足的睡眠可以促进体内激素的平衡, 特别是夜间是一同分泌的高峰期。 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一同水平下降, 从而影响性欲。 建议每天保持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 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 避免熬夜。 研究表明, 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助于维持一同水平, 改善性欲。 四,戒烟陷酒。 吸烟和过量饮酒是影响性功能的主要因素之一。 尼古丁会影响血液循环, 损害血管健康, 从而影响性功能。 酒精摄入过多会导致一同水平下降。 长期大量饮酒会引发性功能障碍。 通过戒烟陷酒, 男性可以显著改善性功能, 提升性欲。 研究表明, 戒烟后几周内, 性功能就会有显著改善。 而适量饮酒则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但过量饮酒则不利于性健康。 男性性欲减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 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效的心理调适和良好的夫妻沟通, 男性可以显著改善性欲, 提高生活质量。 医生建议, 男性应全面关注自己的性健康, 通过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 达到最佳的效果。 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健康, 也有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与幸福。